Hello 大家好 我是KF 今次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用的一个knowledge repository的一个system 是我自己建立的一个system 是一套我称之为叫做 BYOS Build your own system的技术和方法 过去六七年前开始 我是去市场上去寻找一些open source system 不可以让我做到这类似的工作 其实我已经是没有能力去寻program 就是中国能力我都不会寻 因为太浪费时间 我找到一套工具 而这套工具是不需要做program 不需要做coding 就可以自己砌到一套system 我首先做一个简单介绍 这个system是home page 其实这个system是我自己用的 所以是需要lock in 或者有个权限 才能入到去看到内容 在表面就只能看到一个这样的home page 这个home page 其实很简单介绍了 是什么叫BYOS 以及是有一些的 以前录下的video 给这个BYOS一些介绍 关于是什么 有什么history 为什么我会用它来在KM 用呢 knowledge management 以及我觉得很重要的content structure 以及一些example 当我进去 我第一个图示给大家看 这个叫Drupal module 我用的一套 其实大部份都是 Drupal的一套system 的一个technology 这个technology 其实已经是有大概 大概20年的历史 到现在都已经是非常stable 它的应用呢 通常是一些 enterprise application 或者是system里面用的 所以呢 可以在普通的 在 retail 里面 可能是会比较上 那些人是知道 会比较少一些 比较冷门一些 但如果是 enterprise application 其实这个是一个 非常之好的system 那么世界上 也很多有名的website 包括 例如美国白工的 的网页 都是用它来建立的 当然了 建立你这个open source 的system 其实里面 是包含了很多 不同 和国家不同人的engineer 所努力出来的module 那这个呢 我先点到 首先 大家看到这个module 有多少 那其实这个 已经是一个 比较新的system 我是一个 旧的system 搬过来的 那其实 现在就没搬完 在进行当中 那 一会跟第一届时 为什么我会搬过来 那这里大家看到 这个数量 现在要看到 162entries 那其实是远远不止的 因为呢 就有一些旧的 我未曾搬过来 还有 这个只是162之外 我已经完成了 publish 出来的 的数量 那其实呢 这个旁边 有个quick find 的一个button 那如果click 进去呢 里面一装 真正装的 其实呢 已经有528entries 已经不是150多个了 只不过呢 有些可能欠缺点 我未曾去publish 出来 那我需要时间 慢慢一个一个 去double check 然后才publish 出来 而呢 如果我去scroll down 就看到 其实呢 这部分呢 就是depending 就是我未曾publish 的 再低一点呢 就是 也已经publish 了 那就是这一群 publish 这一群呢 大概是 总共现在是有162个entries 首先我们看一下左边 其实这么多的module 其实每一个module 可能是代表一个 或者几个不同的功能 那我怎么去找呢 其实呢 就是几百个里面 其实呢 是要分析 identify 它不同的versions 或者是用keyword research 还有另一个就是呢 我用有 每一个 我 publish 了的 的 content 其实我都给了 一个recommendation 的一个assessment 那有些 我可能觉得是重要的 我认识 它做一个must have 就是你装任何 都一定要装 有些是good to have 最好有的 其他例如 based on need vnc try and own risk 和not recommended 最后这两个就是 有些可能我试过之后 你会发现 有些可能不是很稳定的 有些甚至是 可能有些问题 不recommend 用的 那这些 其实呢 最后这两个的数量 有 但是很少的 而呢 也反映出 有这样的recommendation 就是说 我不是这样写出来 而是呢 每一个module 都是我自己亲身试过 task verify 那我才有 publish 那就是说呢 其实呢 我在pipeline里面 还有几百个呢 其实呢 我已经知道 那些module 用过那些module 但是可能 当时我没有记下 也没有去做回 现在的动作 那我现在要補回 那我重新 重新再verify多一次 那 实际上 大家所看到的数量呢 五百多个里面 其实就是说呢 我觉得这些呢 是比较上 我有机会用得到的东西 那当然呢 如果你问一下 Drupal里面有多少module 起码 是几千上万 或者几万个 已经 那这几百个里面呢 就是说呢 我是 觉得 对我自己是比较relevant 也在我过去所做的一些systems 和一些site 我用过的module 那是比较是 在目前的实用 那将来 其实当我用到新的东西的时候呢 我是不断可以加入的 那这个就是 的目的 也是所谓的一个business need 好了 那我们现在呢 或者去 找一找其中一些sample 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内容 那我找一个呢 就是 我经常会看到的 我叫做 什么呢 是 Colorbox 就这个 那这个Colorbox 就是 里面的多些图 那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里面一个 我叫做 knowledge content 包含些什么呢 那首先 大家看到呢 其实呢 我是很着重 一个叫做 content structure 所以呢 原因就是 我们需要 将 content structure 好 所以当我去找回 这个content 的时候呢 我们是很容易很快 可以用上 那这个 for example 一眼看下去 就是 最顶部 就是我需要 就是我以前 可能已经用过了 或者 verify过了 我已经有少少印象 那 而呢 这个official link 我便会进入 电话 那便会飞去 我去下载这个 module 另外 其实呢 当我做下载这个 module 其实呢 它需要 这个叫做dependencies 就是它需要 下载这个plugin 例如这个plugin 我按进去的时候呢 那我直接去到一个 下载这个plugin 那这些 我其实之前 我都已经是用过 那我会把这些 记下 当我下次 再需要 做同一样东西的时候 我很快可以做到 那 其实我不需要 go into detail 我就在这个 这个box 里面所有的资料 我已经做到 我需要做的 如果我记得的话 假如我不记得的话 我就可能 有些多些东西 就会来这个installation 这里就会给我一些 我需要by step 我知道有些什么 要做的 for example 这里我在Drupal 8 version 8 的时候 我需要装这个plugin 如果Drupal 7 的时候 我就需要装这两个plugin 这些很简单 就是给我的提示 其实装完之后 其实是否装完就可以 那你还要怎么用 这个是一个how to use 在不同的地方 for example 当我用在content type 的时候 我需要去follow 这些的procedure 那如果有些地方 需要coding的时候 我就有一些改善 那往往 其实呢 我已经不需要去 去记住这些code 这些是有精华的成果 所以我最主要是copy paste 放在我的site 就已经ok了 那除了是用在content type 我还可以用在view store 又在inlight image 又在不同的地方 其实不同的地方 可能需要有不同的code 那我就copy paste 用得到 所以其实呢 我曾经可能是 研究了一些 简单的code 但是我绝对 已经不是一个program 所以其实呢 当我要重新再造型 我会很辛苦 那这个就 不止帮助了 我不需要再去找 还有加速我的工作 我只是copy paste 所以先把copy paste 就已经可以了 好了 基本上 当我用完的时候 基本上呢 我需要用的是 最顶的box 和这个installation how to use 或者其中 这个没有在 其中的content 里面呢 就可能有个configuration 那已经足够了 那我很快速地 就已经 取得到我需要 去应用的information 那这个其实呢 就是我所谓的 其中的structure 一部分了 这个structure 就满足到我 就是好像很快地 查字典 很快地查到结果 我就直接去用 那就是满足这个功能 好了 那其实 其实除了我之外呢 我也希望 就是这套系统 是share 给我的同事去用的 那同事可能 没有那么熟 所以其实呢 我就有一个general 但是 有时候我自己都忘记了 那我看回 这个是什么呢 那里面呢 有图 有图文并谋 那这些图 其实呢 那这些图呢 其实呢 我设计了 这个里面的图 那如果有图呢 例如这个 我可以把它选择 那它就会 进入一个 我们这个叫做 pop up 的screen 那为什么需要这样做呢 那这个是 设计里的一部分 那最主要来说 因为图呢 有时候有部分的图 我们需要看得很详细 那在刚才的screen 其实呢 它会太小 我们看不清楚 当我们pop up 的时候呢 它可以 就是 take advantage 整个full screen 去block 给我看 再不是我再用mout 所以把它放大 那这个是一个好处 那其实呢 很多时候 我们是 真的去做一个 这样的knowledge repository 的时候呢 最重要就是 当我去reapply 那些东西的时候呢 怎样方便到 我自己 或者方便我的同事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其实 除了要呢 我曾经我去 开头去学 或者去找一些 这样的知识的时候呢 我come across a video 那我特别喜欢video 因为这里 要省很多时间 那如果 如果 当然呢 我现在要认识的时候呢 我就不需要再去gova了 但是如果 我有时候 忘记了 我想重温 或者我同事 要看的时候呢 那他又可以去 经过这些去学习 那他可以回到video 去go through 去go through 那样东西 而呢 我收集一点 因为当然 我go through的东西 就不止那么多 但是我都是relevant 是有用的 那这些全部是比较relevant 的东西 那除了这些 其实将来可以用到 某些东西 一些具体的东西 我之前可能就是 忽略了的 但是今次我想研究得 深入点 清楚点 所以 我有价值的 一些太能经 go through的内容 就是我会是 以一些 有关系列的形式 一些link的形式 去记下它 所以 如果将来是需要的 我可以refer 回这些 references 那我知道 出处在哪里 有一个 就是caution 就是我当用的时候 我有些什么 要小心 地方 还有 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其实大家可能 不要太留意 就是一个image collection 当我再去 看回用画的时候 其实我 连文字 我都不想花时间看 所以我发觉我看文字 很相信 更加好 是看图 所以 例如 所有我自己觉得 是relevant的图 我都 upload 在这里 其实这个图 大部分 都是一些screen capture 来的 做screen capture 其实时间就很快 很简单 很快 而 upload 最后的结果 其实一样 我可以看到 所有的图 和这个module 有关的图 这是一个 pop up 的slide 表现 一样 它是佔了整个 full screen 可以给我们看 很快地 screw through 这些不同的图 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图 有图 有些caption 给我们提示 我可能 我情愿 看文字 我可能看这图 更快更清晰 去到这里 我去看 原来这里有这样的option 我感到这个就可以了 这些是很好的 利用一些technology 去帮助我们自己的工作 的地方 好了 这个是 如果大家看回 overall 其实这个 其实是 已经是 embed 了我设计的structure 里面 很emphasize structure 其实不止这里 不过这个module 已经是相对比较多 包括general description 有关的video installation how to use references caution 和image collection 1,2,3,4,5,7 7个 帮助在顶上 帮助在这些 information tagging 这个 就是我所称之为 一些不同的structure 所以我不同的人 其实我需要看不同的东西 如果我呢 其实我好像查字典 我一来这里 如果这里有足够 我就已经不需要看其他东西 如果有些要忘记了 structure 怎样做呢 或者how to use 我就click 直接不需要看其他东西 我就看到需要看的东西 这个实际上 就是帮助我的工作 还有 所做的事情 就会Efficient 很多 那一个portal 你怎样才会用呢 就是它真的能够帮到你手的时候 你才会不断去使用 那这个其实呢 就是长久以来 都是很多的system portal 是它fail的原因 因为它不能够 就是满足 users真正的需要 但users的需要是怎样呢 其实呢 当我在整个 在这几年去发展这些事情的过程 我发觉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什么问题呢 今时今日我觉得这个structure很正 是我自己customize出来的 但是 我们的需要 我们的习惯 其实是会不断变 给你改的 那一些可能是我们 当它设计出来的时候 那时候的想法 是后期有些改变 因为后来 你想到的办法更加好 更加Efficient 更加方便 那我就因为这样而改变 但是也有其他客观的原因 例如呢 因为那个business的改变 因为focus的改变 因为市场的改变 因为市场的改变 因为客户的改变 因为competitor的存在 所以我会不断去改变 所以呢 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就是 我不仅需要这个structure 我可以自己去customize 去design fit到我自己的需要和习惯 更重要就是我呢 我这个可以自己不停地去做改变 而呢 因为我可以改变 所以这个system才可以sustainable 那你考虑一下 如果system 其实你是改变不到 或者是很难才改变的话呢 其实当时间长了 久了之后呢 这个system 其实已经没有当初那么好用了 那over time 其实呢 我就慢慢会遗弃了system 所以呢 这个是不是可以continuously去sustainable 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就是我可不可以做出这些改变 那这个其实是我整个 所谓的BYOS 为什么要自己去做 自己去设计自己去砌呢 其实这个是其中一个最最主要的原因 因为我都不希望这几百个module 可能过了日量之后 然后变成没用 那我这一天来功夫 便白费了 那这些其实呢 是很多人是未真正去做到的时候 不去留意 不去注意到的问题 当我去注意到 我就会好好在意这个structure 那现在大家所看到的structure 其实可以说是我现时来说 是比较满意的structure 但是我只能够说 这个是现时的structure 因为我自己都不可以排除 我需要再更改的 那其实呢 over the time 我发现一件事 就是呢 其实呢 这些structure的东西 其实呢 有时可能是 因为自己想得不太完善 或者各方面的原因 客观的原因 主观原因 而是很难做出来的 那其实呢 这个structure呢 其实呢 这个structure呢 已经经过是 几代几个版本 最后演化出来的一个 到目前来止 我觉得是比较上 满意的structure 好了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呢 很多时候呢 我们心目中有一些想法 但是呢 这些想法 其实呢 可以说是一些text knowledge 我们不懂得怎么去拿出来 不懂得怎么去说出来 因为我本身说 我们不是designer 但是呢 但是有什么方法呢 就是通过呢 一些这样的不断去尝试呢 其实呢 人家designer 可能一次过做出一个 很好的一个structure 但是如果我 经过我不是做一次 我十次 但是十次 可以让我不断去修改的时候呢 可能我能够出到一个 我更加满意 而当我自己去做 自己所需要的structure的时候呢 其实呢 这个效果是更加effective的 就算我有钱 给他designer帮我做呢 其实我不可以 这个designer 经常坐在旁边 经常去改动 这个其实呢 是一个过程呢 其实是我学到的东西 我称之为 bago b-a-y-g-o 全名叫做 build as you go 就是说 我一路build 一路用 边做边 边用 所以呢 这个过程呢 其实呢 我就是说 是我不断不断 是无数次的上市 无数次的修改 慢慢去演化出来的 那么这个演化过程 我就称之为bago 其实是等于 这个这个 其实是等于 在做你的project management 里面的agile 其实原理是一模一样 所以呢 其实呢 我们需要一个 这样的一个条件 才能够做到一个 是 是比较上 合乎我们的 真正需要的 一套system 那 而呢 每一个人 或者每一个公司 每一个team 他的想法 他的需求 他的focus 其实都会不同的 那 而呢 为什么我这么着重 structure呢 大家可以看到 首先就是 如果当我有好的structure 当我下次需要用这个 这个 同一个knowledge的时候 我可以很方便 很快 其实不仅是 当我使用的时候 要方便 和快 其实呢 当我去记录的时候 都同等地需要 是快 所以很多地方 你看我 是用一些 短短的description 如果你要长的话 自己去看video 或者自己去看reference 去看详细的资料 只要把有关的link 保留回来 就可以了 所以整个设计理念 是这样的 好了 其实呢 我现在看多些东西了 那这个module 首先所看的 当我去找这个module 或者去学这个module 的时候呢 我发现了 其他有关系的module 其他module 就放在旁边 这个叫related modules 那这个是我自己 在做这个module的时候 我发现一些 和它有关的module 变成了 其实它自己本身 都是一个seqlite的module 所以我 就不是这个 自己本身的module 它只有有关联的 那我就把它进入 这个是自己的menu 去进入的 当我找到的时候 我顺便把那条link进入 所以这个时间 其实是不浪费我的时间 很快的 好了 再拉低一点 这个叫做simular modules 这个simular modules 和上面的relate 就不同了 这个relate module 是我自己亲自menu 放进去的 就是我在学习过程里面 我找到的东西 我不想浪费 因为知道将来 这些module 我会有用 但这个simular module 就不同了 就不是我自己放进去的 是我当我去 放这个content 的时候呢 我其实都要是 告诉这个system 听到 我在什么area里面 去用这个module 那其实呢 当我放的 这个 这个 或者叫做area application 那其实呢 原来呢 somehow 在之前 在某段时间 是我 或者我的同事 找到 另一样东西 那它其实 都是apply 在Samearea的时候呢 那这个system 就自动会 提示给我 这个simular modules 就是一个 这样的module 叫做juice box 这个其实 不是我放进去的 但这个system 自动去弹出来 提示我的 所以呢 当我找到 这个colour box 的时候呢 原来有simular module 这个都做到同一效果 那就给我多一个选择了 这个就是一个simular module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简单 很小的一个 有些少类似的AI的功能 而这个呢 其实这个功能 是based on 一个tasonomy 去设计出来 那这个其实 也是在我们 在knowledge management 里面 tasonomy 里面的一个应用 做出来的成果 好了 我们现在就试一下 click进去 看看一个simular module 给我们了 那我click进去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叫做juice box 它所做的东西 其实呢 类似刚才那个colour box 有了图 让我看这个是什么结果 好了 其实呢 除了这个之外呢 其实呢 大家可以看这个structure 这个其实有多一点 这个general video 也有 有多个session configuration 即是说呢 其实呢 当我install了之后 首先这个module 就不需要特别做什么configuration 不需要 就简单一点 今次这个可能是复杂一点 就是说你需要做一些configuration的东西 那怎么做呢 就是 我做了一个这样的总结 很简单 就在这个地方 做一些setting 就做完了 那就多了一个步骤 那已经做完configuration 之后才去使用 使用的都在不同的地方 一个是for content type 的display 一个是for views 所以这个就是另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其他的 所以这个的structure 其实又多了一个item 比你刚才说 多了一个configuration 这个system 就是说如果你把东西放进去的时候 这个section 就会display出来 但如果你不放 它就会skip了 所以也是非常清晰的 最底下 这个是很special area 这个是一个special area 就是指我自己 as an offer 才会看到 通常我会放一些 就是说 跟别人去serve 这个knowledge 没什么大关系的东西 但是呢 有些东西 当我去做这个 是create content 的时候呢 有些会remind 我自己的东西 那我就放在这里 就是别人没有兴趣 但是只是我自己的兴趣 那如果放出来 其实呢 就不是很好看的 所以就放在一个 叫做hidden information 一个restricted access 的地方 那这个其实呢 就是只是創作者 或者这个本身的 这个content 我是个offer 所以呢 我自己才看回 那如果是其他用户 去看过 其实这个就不会出现的 那这个是一些 特别设计出来的效果 那好啦 overall 来说呢 这个是关于modules 一些东西 而呢 除了modules 其实是什么呢 其实不仅此的 那我们所谓的 所谓的knowledge 就不只是限定于 和module有关系的 那其实呢 也有其他的knowledge 当我去build system 的时候呢 是不是和每个 individual的module有关 而是可能是 一些不同的module 加上可能一些不同的 for example 一些html 或者其他的技术 所做出来的效果 那我称之为how to 就是how to 即是如何去做某一些的效果出来的 那这个就是一个list of how to 现在total 我收集了67个 那这个其实不是全部 因为有些我都未放进去 那我total 我估计呢 就放进去 total大概会有 大概有 八多个左右 那for example 我看其中一个example 那这个就是how to add a glossary 那加上glossary 那我click进去 那这个就是 首先这个就是highlight 啊 什么叫glossary 所以有一个特别的highlight的地方 就是glossary 对于knowledge management 其实有什么重要性呢 那就是general description 那不是每个都有的 那这个在里面里面呢 就是general 那就是说 如果glossary 在不同的 的事情 如何去做呢 那这些就不只是 还是怎样搭 那个glossary 出来呢 就是我为什么要去做glossary 呢 在什么情况之下 去做呢 和有些reference 那其实呢 在这个system里面 都真是有一个glossary 的session 那就是这里 那我进去 看看glossary 那glossary 其实是类似一个字典的效果 那这个 这上面最顶部的 的时候呢 是排不同的英文字母 那for example 如果去到 是D 那D里面是24个entries 那是D字典的 那我点进去 那这些呢 有24个item 其实都是D字典的 有关的东西 那例如呢 我会牵涉到一些 Date Date Time Extra 有些可能是module 其他不同的东西 那这个就叫glossary 那这个是其中一些 是需要的 那其实呢 come back to how to 那这个之下 叫how to series 那是什么呢 其实呢 你现在暂时讲 有两个entries 那叫做under series 那所谓series 都是how to 来的 那但是呢 我选择其中一个 那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how to series 它就expand 开出来 是一堆东西 那就是说呢 其实呢 每一个individual 都是一个how to 来的 那 这个就是 因为可能我要做一个 这个for example 是我怎样去install Drupal 在Centos 7 那Centos 7 其实是一个linux 的一个版本 那这个呢 就是在一个cloud 的environment 里面去build 一个这样的 Centos 出来 那大家看看左边 这个呢 其实呢 需要做到 deploy一个cloud 的instance 那就是 有不同的linux 版本 其中这个版本 是Centos 7 那这个其实呢 我是比较上 是喜欢的一个linux 版本 因为其实它是比较stable 那 那当你在这些 长时间 需要用到的system 其实呢 stability 是最重要的 亦都是Enterprise 的application 里面需要的 其实我不是需要最先进 但是我需要稳定的 那第一步呢 我需要deploy sys instance 那第二步呢 我需要install apache 第三步呢 我需要install microSQL 那第四步 install php 跟着呢 configure virtual host 然后最后 才开始 install Drupal 那其实呢 这一大堆 每一个都是单独 来说 是一个how to 的content 但当我串起来的时候呢 就让我做到整个job 那装完Jupper 那装完Jupper 之后呢 其实我需要安装SSL 的certificate 那 最后有两个tools 可以安装 而呢 就 我随便去进入其中一个 flex up 我会进入apache 里面 那里面 那里面呢 那里面呢 就是 in more details 就是我怎么去install apache 那这些其实呢 会比较technical 的东西 不希望普通的users需要 但是既然我做了 我就把这个内容 记录下 那这个general description 就不讲了 那其实我去看 breakdown 那这个breakdown 里面呢 其实呢 就有不同的阶段 这个呢 首先是怎么去install apache 那通常 当然啦 我installapache 之前呢 我装好 我要deploy了instance 之后才可以做这个 那其实呢 大家看到呢 其实呢 装完apache之后呢 就要 handle filewall filewall 就是要去configure port number 所以呢 其实是需要 handle power 那怎么去做呢 而呢 就是做完 filewall的configure 之后呢 其实要configure zone record 那其实大家要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 另一个structure 另一类的structure 就是说呢 under这个how to 首先最高的structure 是说 我如何deploy 一个在cloud 上面去做一个 这样的system 跟着 然后break down 去不同的how to 而每一个individual how to 的content 里面呢 那其实是 再细分 的sub procedure 那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呢 这个本身 一个series 一个structure series 有很多item 那一个individualitem 里面呢 有一个substructure 所以呢 为什么我对structure 这么重要呢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一个好的structure 其实呢 就帮了很多东西 那 有时呢 可能呢 我只要去查 某一部分的东西 我就不需要看完 所有的东西 我可以直接来 我突然找到 有些filewall 有些setting的问题 我直接去filewall 去看这里 检查就可以了 那当我进到这个时候呢 其实呢 我是不 我其实很简单的description 如果我当我真的用的时候呢 其实我一样 我copy paste command paste到那个system 里面 我就已经走得到了 那这些全部 我本身的设计呢 都是要facilitate到 我真正去 用它的时候呢 我是可以很快 很方便去用得到 那这个again 就是很重要 就是说你的system 是不是真的usable 是不是practical 的其中的重要因素 那这些这样的system 的structure呢 是 是比我能够 是 方便到 那其实这个是multi-level structure 外面这个呢 其实呢 我click open 当我click open 这个之后呢 里面有个substructure 那所以这些都是一些 很好很好 很interesting 那我再给一个server 的一个structure 给大家看 那这个也是一个 这个就会看到 其实的substructure 就好很多的 那这些都是一些 不同的的东西来的 那里面呢 那里面呢 这个都有一些instant的 一些image的collection 那一样啦 刚才我就是 把它click进去呢 我就blow大 那个screen 那我就会看到 很多不同的资料 那所以呢 我们日常做很多东西呢 其实呢 太多东西呢 那其实我们不可能 记得这么多 那其实这个 这样的system 帮到我extend 到我的memory 那很快地呢 因为是看cloud的 可以随时随地 是任何地方 我只能够是上到网 我都找到我需要找的东西 那我刚才看了 其实呢 还有一个 几种不同的structure 还有一个叫做呢 是problem solving 那在整个工作过程里 让我遇到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呢 其实呢 我是花了时间 去研究去找到 for example 这个themes 叫做Do Not Update 那为什么不update呢 其实呢 就出了 我就 当时来说 我就去 当然是花了时间 去研究 而最后解决这个problem 那也都因为解决了problem 其实我回去记录这个事情 而当我记录这个problem 的时候呢 其实我是定了一个structure 出来的 那大家看到呢 那这个是problem description 那我是一个表格形式 那去将有关的problem 我列出来 那这个表格 其实是structure 的一部分 就是说呢 换句话 将来我有其他problem 这个表格呢 就会记得我 是有些什么 我是要 describe的problem 时我有些什么 寫出来呢 那也都同时地 就是说呢 我怎样去看这个problem 就是这些 每一行的role 都是我自己 就是说可以去 identify 这个problem 从而呢 是这些 是帮助到我分析的 那再拉低一点 这个有一个section 叫做Dianosis 那当我click进去 就说呢 那我这个过程呢 我是用什么办法去 分析到究竟问题所在 在哪里 那分析了问题 出来之后呢 其实当然呢 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说 我的solution 那我发觉 solution 有两个不同的办法 两个alternative 第一和第二 那我们不会go into details 那这个其实呢 就是当我是花了一些时间 去identify isolate 这个problem 找到什么真正的原因 然后找到办法去解决 那这个是另一个 那其实呢 都是做到类似的一个 这样的办法 将这些东西 找到problem 之后 拿出来分享 这个就可能牵涉到code 那其实呢 就 如果大家发觉呢 就是呢 当我去做事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呢 我不是只是solve了problem 当我记录一下的时候呢 其实呢 我是去分析回 如果当我将来 我遇到一个problem的时候呢 其实我要看些什么呢 come up with a structure 那其实呢 在很多ganization里面呢 一些比较资深 和knowledgeable的同事呢 其实呢 他们很多的得着 那如果他能够呢 come up with a structure 其实对于一些其他的 没有那么熟悉 甚至一些新的同事呢 当他遇到问题的时候呢 啊 原来遇到问题 我们是要 怎样去分析问题 那是要look into 有些什么area 那这个structure 就是帮到他手 那帮到他手 不是只是 是解决当时的问题 那一个 单一个问题 还要 可以学会 我怎样去分析问题 结构是怎样的 那这些其实都可以 很有value 很有价值 去放下的东西 In fact 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我不是做 这个knowledge repository呢 其实我都不会做这个东西 但当我去做到这个东西 因为我发觉 如果可以这样做呢 其实呢 对我自己都提升了 我自己的knowledge 那所以呢 现在先来看呢 就是我们come across 其实有四种不同的structure 就是这个Drupal的module how to 那里面包含了 how to series 和problem solving 和glossary 四种不同的structure 所以呢 其实呢 我在不同的content knowledge type的时候 我认了不同的structure 下去了 那所以呢 overall来说 大家都会看到 其实呢 每一个来说 我对这个structure 都是非常重视 那这些structure 当我还没去做一个portal之前 其实我不是很留意的 那很散的 那很多时候我会记录在 例如在不同的东西 Google 或者Excel Word 那里面呢 其实呢 因为太flexible 那我在不同的地方 其实我是用了不同的format 不同的structure 那其实呢 到最后 我这里一点 那里一点 那其实到最后呢 其实我自己都很乱 那其实呢 整套东西呢 说的呢 after all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呢 当我有很多很多的 所谓的knowledge的时候呢 我怎么organize organize organize 这些knowledge in a way 我可以是更好 更快的 更快的 用得回去 那其实呢 就 怎样去organize 才有 organize 这个字 才有 keyword 整个repository 常说的是 如何去organize 一些对你来说 很有用很有价值的东西 好啦 那这些是否只有这四个 其实 不是 那还有一个最后一样东西 是 就是什么呢 是左手边这个tools 那 其实呢 这个呢 就等于我们 例如我们的工作桌 一样 就 其实我们呢 有些东西呢 是我们会做filing 但是 always 有一些东西呢 其实你是想放在身边的 因为你每天都要用到 你经常都要用到 你会放在第一个桂桶 最容易拿到的东西 因为你经常都摸到 是方便你自己做事 那这些我称之为tools 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叫tools 那这个tools 其实是我第五种的一个knowledge format 或者knowledge structure 那里面呢 其实呢 是左手边的东西 那大家经常看到呢 其实呢 tools其实都要分类的 那这个是 是和codes有关系的 那所以我 因为我分了 所以我找上来很快 那我就去查 一些codes的地方了 那所有和codes有关系的东西 我都放在这里 这个list 那而呢 我当我来 for example inline quotes 当我click入的时候呢 那我又会 是找到和codes 或者用过或者有些 参考过 将来需要用的codes 那一样 那我真的需要的时候呢 很快的 我就copy paste 可以用得到 那呢 就有些呢 就是 下面 其实有些类似 自刚才的structure 就有一大堆很多的 不同的分类 那我就将它 再分成10structure 所以令到我呢 这个和这个有关系 这个和image有关系 和button有关系 那所以 当我做到 有时候 这些tools 可以很快地找到 那这些有个样子 给我看 这个蓝色的 名字叫primary 那 这事乎呢 我就很容易地 我就copy 这个primary的code 我就做到这个button效果了 那所以呢 这个设计呢 其实都是 如何去 好 是使用的时候 的user experience 是令我最快 最容易用得到的东西 那这些都是codes 那 而呢 这个叫做 third party 就说呢 有些呢 sorry 这个不是 这个叫做 另外 旁边不是codes 是其他东西 而是web-based 的东西 那是在web上面的工具 那我按进去 其实 for example 是chrome browser 有什么tools 可以用得到 我可以安装 例如我安装的 SSL Certificate 的时候呢 我怎样去查回 它的experience status 那些网上的tools 可以很方便 又免费的 可以用得到 例如我要是做一个server IP的deployment的时候呢 我怎样去利用一些 IP方面的工具 mail server broadband的connection speed 我可以做 牵涉到DNS的tools 那其实呢 我已经是很长时间 没有斗过这些东西 那其实很多的东西 我自己是印象式的 而当我搜索有关的资料的时候呢 其实呢 我不会记住 这些不是我经常要做的东西 但是偶尚要用的东西 那我用回一个这样的东西去做 所以我很快地去找回 那这些成为我的工具呢 那其实呢 这些是internet service 有关的东西 例如呢 就是一些 如果我做domain registration 也好呢 其实当然很多地方 可以做到一个registration 但是我的经验里面 我觉得最好的一些 是什么呢 如果是香港的domain 是global的domain 哪里做hosting 哪里做hosting 就好呢 那我用一些recommendation 那如果是一些VPS的一些hosting cloud 或者是一些share hosting的东西 email service 哪里我come across 觉得好的东西 我记录回去 所以其实呢 当我需要的时候呢 我随着找回 这个tap 其实是underdevelopment的东西 其实做development 就是在网络是比较technical的东西 普通的users其实是不需要的 但是因为我工作有时候 会用到的东西 其实是一样的 我长久 我几十年没有斗这些technical的东西 那这些其实呢 我不会去记住 那当我用回的时候呢 我又 for example Linux的command 其实我第一次用Linux 已经是1984年的时候 是三十几四十年前的所用的时候 其实早已经忘记了 而且现在Version 和当时 其实已经可能分别很大了 那么 那当我用回的时候 我就会把这个 你试着记下 所以 即将来 所以 我不需要到处去找 那 所以这些是变成我的工具 那 除了tools之外 其实呢 还有很多我需要resources 在我工作里面呢 其实 不时呢 我是需要找一些 media的东西 for example 什么叫media for example 是graphics 要找一些图 那 我要找一些stock photo 找一些相片 找一些image 去download 有些可能需要 是给钱买的 有些可能是免费的 那么其实我 over the time 其实我收集了一堆 这样的resources 那么可以在网上 可以找到 那么 这个方面 有很多的工作 那 有些是free 的services 那 除了图之后 可能是一些icon icon 很多地方 有不同的resources 包括graphics 可能 显示到graphics handling tools 例如 我的图 太大 我需要resize 把filesize 减細 等等 将它设成某个特定的size 有些special的handling tools 可能有些牵涉到 例如graphic format conversion 等等 这些都是一些 不同的工具 那这些工具 叫起手 可能需要到的时候 去用到 那你想想 这么多种 几十了几百种 没可能设到这么多 那所以 为什么这个工具 可以帮到我 那么在media 除了graphic 之外 还有audio video screen text color template presentation presentation 是在网上做的 一些powerpoint presentation 那其实 这些工具 都可以帮到我们 去 在我的工作里 去construct 一些不同的system 就是我需要有机会 用到的东西 那除了 首先的media 之外 可能是有些 fart party 的一些utility 那这些多数是在网上的 例如我怎么做 ql code 那我要在我的site 或者sit 上面 做一个clock 一个时钟 以及做一个timers 什么时候 到时间 够钟 we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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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是一个 是要real time 的 所以real time 的意思就是 weather 是不断改变的 虽然我同一个地方 也是香港 所以 天有不测之风云 每一个时间 天气不断改变 不断转变 所以 我说的是 例如我明天天气的forecast 三日之下的 event 我有天气的forecast 今天所看三日后的forecast 和明天所看的同一日的forecast 可能已经不同了 所以我们需要看这些是需要real time 的 所以 其实这些东西的data 其实我们自己是无法阻挡 我们依赖一些 所谓的open data public domain 上面可能给到我们的resources 所以我有一堆的资料 除了这些就有map 还有一些interactive的东西 这些interactive是很interesting的 就是一些工具 当我在online 是网上做的时候 我可以跟对方 或者同一个team 去做一些interactive的东西 最后这个是learning over the time 其实过去我做了这些东西 应该有七年 over the time 其实我学了很多东西 其实有些是 其实可能是不是很重要的 但是当我觉得有些很有参考的职业 就是说我的同事 当他需要去参考同一个的时候 或者当他还要去学的时候 我会结合一些 是一些这样的resources 让他去学 那其实呢 不仅仅去 还有很多resources 跟Driple有关系 例如我去找一个 training的时候 有些training resources 那其实呢 网上都有很多的training 但是呢 其实呢 就 学Driple入门的门栏 其实很高的 我自己也花了大概是 九个到十个月的时间 是差不多是full time的时间去学的 那当然啦 你可能比我会聪明一点的 但是例如 你就算比我再聪明一倍呢 你可能都需要一半时间 是on full time去学的 那所以其实我设计了一些课程 叫做BYOS的workshop 可以是帮到大家的 那其实呢 我在前两年多三年前 我在杭州工作的时候呢 我在公司里面也做了一些 这样的workshop 基本上呢 我们的同事呢 他没有IT background 他在可能是十几堂之后呢 他已经自己可以亲自 是初步 搭出一个初步的system 出来啦 那所以呢 如果是有人帮忙 有个guiding的时候呢 你自己去上去训练 其实分别很大 那当然呢 当我做些事情 我需要找些films 有些docus 就是说你用docus 这个technology去装drupal 需要一堆资料 那有一堆资料 那一堆其他的东西 我需要用的 就是说在学习的过程 我需要用到一些东西的工具 那这些都是我去搜索的东西 那这些全部都是有关的工具 到现在 到此为止呢 其实呢 我介绍了 就是说 在一个knowledge repository的时候呢 有几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那个structure 是很重要的 而structure呢 不是一天可以建成的 就是我们是需要 overall 是累积了我们不断使用的经验 而是不断修改而出来的一个structure 所以呢 所以呢 其实呢 当然呢 如果是一些organization 如果是足够的资源呢 它可能是一个IT team 去帮你去做 但当然这个成本就很高了 所以你可能是养幾个的 一个technical programmer 在帮下手去採用的东西 而且他会有空去帮你做 而呢 而呢 而我这套东西呢 因为我自己可以去 下手去做 那变成了 其实我不需要依赖人 其实是更加得心认手 那这个是 背后的一些 最主要的原因来的 我觉得很有价值的 那 那 今次是他介绍过structure 对于这个reprositor的重要性之外 那 其实开始介绍了就是说 Taxonomy 那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分类来的 那 就不只是 首先 Wording本身是一个Taxonomy 那 其实 那个structure 里面是分类 例如我为什么会分成这样的 这个 这个 三个 这个其实都是Taxonomy 那 为什么要分成这些 都是Taxonomy 那 甚至 structure 就是substructure 其实都是Taxonomy 所以 其实 人生里面 是 牵涉到Taxonomy 其实 是 无所 无孔不入的 而是 日常生活中 甚至 我们的 物品 是 放在哪个 柜桶 其实都是Taxonomy 都是分类来的 那 我结合了很多 不同的element 加上 我们自己的preference 我们自己的common sense 所 融合出来的 一个 系统 而这个系统 还要是 不断地给我们 改进 好了 今次 和大家介绍的东西 就是 到此为止 那 如果大家 对这件事 或者 对 knowledge management 对 reportage 方面 有什么意见 或者 大家可以 找我 大家可以 加留一下 好 那到此 多谢大家 Thank you 拜拜